就是犯火險 不用一定雙黑子 一顆都是一樣的 何知女人定黑夫 眼大眉高 拳骨粗 這些通常是教外國人的相 不知道你有沒有朋友這樣 眼大眉高 拳骨粗 尤其是拳骨 像我這個樣子 記住了 女人像我這個樣子 拳骨還要大舊一點 適宜教外國人 不過要加上那個額很高 我們叫做三拳面 接著何知其人死上除 初年即變身充肥 你怎知道人家早年就會死 原來就很早已經肥了 這個不用我們用上去看 計常理都可以 如果一個人年輕就已經暴肥 或者癡肥 一定是五臟容易有問題 身體比較差 當然是比較短命 接著何知殃材 扯貧窮 彈汗上下路展兇 這個呢 幸好有何知哥 如果不是我又不記得講 原來我們看上去 有個叫做雞胸狗肚 雞 雞沒有買過 都吃過了吧 看一隻沒劏過 都見過人釣雞出來了吧 雞胸呢 是不是這樣的 記住 你不要當女人的胸 最近是胸骨來的 男人的胸 骨就凸了出來 肚肚縮了進去的 這叫雞胸 狗肚的意思呢 屁股就凸上來的 這個叫做雞胸 狗肚 原來這個是比較差的相 因為以前我也有個朋友 是這樣的相 到後來的結果都是吸毒 再到後來去那些夜總會 做那些爸爸生 所以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好的相 這個很少見 整個胸骨就凸了出來 真是像個雞胸這樣 這就是講男人而已 男人 女人我沒見過 女人我們不可以常常見到人家的胸骨 人家的胸袍遮住了胸骨 你這樣也不錯 可能一樣這樣看法都不出現 淺凸厚凸也好 沒用啊 只有骨的 沒肉的 接著 看他上路 接著 何知兄弟各雙泡 眉毛斥定常雙膠 你怎知道人家兄弟不合谈 眉頭欺 眉毛斥定常雙膠的意思 眉毛豎起和眉膠 都是代表兄弟感情不好的 何知作事淪無罪 但看眉折長而疏 這個講過 怎知人家做事沒有秩序 眼睫毛很長 就要向下遮住對眼 接著 何知父母兄弟而耳眼大小高低時 我告訴你 我反為少用這個口缺 因為古代的口缺 大部分人都用耳眼大小高低時 反為我這段時間去研究 反為兩樣眉毛定雙二母 準確率高得很緊要 起碼都有九成準的了 很明顯的人打正過頭 因為有時候歪你會有錯覺 真的眉毛很明顯有高低 九成來說都容有耳父母 就會準確這個二眼大小高低時 所以古代流下來的口缺 有時候你自己都要慢慢研究 何知其人兩三分 但看家門且當文 那我講過了 家門有文 我講過 你們知道不是叫桃花文 不是叫離婚黑妻文 或者黑夫文 所以他講兩三分 意思是離幾次分 都沒有說是桃花寵 因為桃花寵 不一定會離幾次分 離幾次分不一定桃花寵 因為我有個朋友都是的 一認識 跟著大肚結婚 幾年又離婚 然後又大肚又結婚 又幾年又離婚 又大肚又結婚 現在第三次 不知道會不會有第四次 那人不是桃花特別重 認識都結婚的 因為桃花寵那些 可能搞搞震 沒什麼心結婚的 所以不是桃花寵 這個真是離婚文 何知末年主多災 但看其人無下衰 這個我們認識 因為沒有衰骨 所以萬年是不好的 我們萬年一定要有衰骨 萬年不好 有兩個大的情況 一個沒有衰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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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平也是萬年不好的 何知兄弟皆不和 但看兩眉粗更多 兩眉又粗又多 如果又亂來講 兄弟感情是不好的 何知其人黑爹娘 但看眉粗又近黃 你怎知道人家黑爸爸媽媽 眉毛又粗又黃 這個黃是什麼 枯黃 我有個朋友 就是眉毛枯黃的 都不要說他黑媽媽了 他婚姻有錢 不是那麼好 他說回到媽媽那裡住 媽媽不讓他回去 為什麼 他怕被街坊知道 女兒無緣無故回來 不好意思 你想想他寧願覺得不好意思 都不讓女兒回家 女兒後來怎麼辦 租個板間房住 我想那次之後 以後都不回去找媽媽 所以父母感情 真的要大家都負一半責任 然後 何知主有美貿妻 但看兩眼細兒長 我講過 眼細長 焦艷妻 唇紅齒白 也有漂亮老婆 不錯的 然後何知人家換頭妻 說這麼好 換老婆 面皮剛 粉如芝 你記住了 尤其是你女人 遇到這些男人 你很快點走了 原來這個叫狼君麵 那個樣子 粉餚豬 那個臉 是很白的 好像擦黑板 擦了白粉 留了粉 叫做粉白 那些專門女人錢 記住 雖然看你的樣子 不是很有錢 不過老闆娘 小心點 然後何知丈夫主有型 請彈漢似褲 額不平 如果你怎知道 黑膚 原來額是歪的 原來也叫做黑膚的相 何知妻娘換眉毛 扯入眼 眉毛 閃到很近 夾著眼 原來都是代表容易黑妻 容易離婚的相 還有幾句 好像不夠時間 要下個星期再教完才行 看下去 鼻梁不夠高 眼睛35至40 鼻梁4 鼻梁1至45 都是媽媽比 兩拳46、47 又比較低 鼻梁48、49 又比較小 怎麼辦 風生水喜 風生水喜 要多知不容 就會風生水喜 我們今集的第一位嘉賓 就是張小姐 張小姐今年29歲 但她今年很害怕這個九字 因為她今年爸爸和外婆 相繼過世 而她在五月份 也突然之間昏迷了 六月份就做了這個開老手術 現在其實也有很多後遺症 很擔心想問問你 原來她的命都挺棘手 逢4和9會轉大運 對 她怕過不了這個九字的關 那又不會 因為我經常說過 沒有走過運的人 會不會死 不會 你沒有走過運 不會死 因為你後面有三十年大運 不用怕 會穿得過這個關 不 像師傅說真的沒有死 對… 你們有什麼話要說 師傅 我看到她的耳朵很小 也不是掠,很小 很小 再加上還要崩 崩,對 所以身體容易有問題 沒錯,先天體質比較差 左右耳也一般 對 她的眼睛也黑白分明 對,黑白分明 沒錯 她的鼻是屬於拱鼻 感情可能比較棘手 拱鼻感情比較棘手 她的人中也頗為長 沒錯 又為什麼 她的靈覺頗為長 疑心重 不太容易相信人 不太容易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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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靈覺也挺分明 說話也有技巧 牙有沒有看? 剛才 沒有看到 那你怎麼知道? 如果用牙齒怎麼辦? 是 唇齒相依 牙偏黃 幸好牙齒齊 正面說話也能靠得住 老老實實 她的拳位也略高 有肉包 沒錯 沒錯 那… 差不多了? 不算 也挺好的 全面分析得不錯 基本上大部分都對的 我們首先看看耳朵 因為耳朵是先天的 體質強不強盛的 所以耳朵是影響人一生的 所以不懂看上的人 耳朵以為是十四歲前 耳朵直接看你後天身體好不好 那你後天身體好 有機會就駁得到 你身體不好 你身體不好 其實也會影響一生的 幸好你的耳朵不漂亮 不過她的鼻樑特別高 原來耳朵看三十歲前 所以有時候不用看左耳右耳的 整個耳朵是三十歲前 看身體好不好 先天身體不好 那你怎知道後天有沒有補救呢 看三十歲後 記住看鼻樑 好幸好你耳朵比較小 鼻樑夠高 可能三十歲後 過了二十九個關 一路下去都沒有問題 不用怕了 師傅有沒有說這粒脈代表什麼 我忘記了 耳朵聰明 聰明我經常說沒用 我怎知道她很愚蠢 變聰明一點 還是已經很聰明 再變聰明一點 這個尚書無記載 這個耳朵唯一不合格 當然還有雞爪耳 接著知道了 什麼都沉筋究底 打爛三盆 問到督 幸好她嘴唇都叫做事正 問的時候都有一些技巧 不會問到別人發脾氣的 因為有些人問 問到發脾氣的 好像我們的學生 阿里 對呀 問到不平口 問到發脾氣 耳朵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三十歲後 我們可以參加鼻樑 額來說你都不漂亮 因為額來說比較窄 我常常說 額闊少年運好 額窄少年運不好 因為額來說這個位置叫掠窄 眉頭也不太理想 因為左邊眉頭大腺 感情都比較混亂 兩條眉如果100分 滿分 最多都是給60分 為什麼呢 因為眉毛來說 雖然不是很亂 有少少貼 貼得來也有少少鬆 所以不是很差 不是很好 所以兄弟朋友感情 只是一般不算特別好 又不是特別差 眼方面就不錯 眼神就差少少 可能因為剛剛病完 變了人的信心都一般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 突然間沒有了路向 所以你的眼睛 黑白分明 不過眼睛